大家好,这里是会学韩语,我是阿舒老师 想要学习更多的韩语知识,欢迎加下屏幕上的微信 我在这里等你哦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韩语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首先呢,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分明告诉你 它就是分明清楚的意思啊 我清清楚楚的告诉过你是吧,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在一场生活当中 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呢,老有人在耳朵旁边一直温温温温的去说这件事情 对吧,那这时候可能我有点点生气了 我就说我分明告诉过你,对吧 那就是这样子来使用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语言场景吧 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段对话啊 比如说 你吃点这个呗 我不吃,对吧 我不想吃呗 然后呢,它又开始来劝了,对吧 你吃点呗 然后又说了一句 我不吃 然后再来一遍,第三遍了 对吧,这时候呢,正常人都会有一点点烦躁了 对吧,他又来劝说了 你吃点呗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很生气 一、二 好,那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很生气 我怎么样来回答他呢 我分明告诉过你 我就是不吃 对吧,那这个 他就已经在语境当中的话 其实算是一句比较质地有声的一句话了啊 就是给对方的一种感觉是 哎呀妈呀,我不能再说了 看来这再说要踩坑了啊 要触雷了 就这种感觉啊 注意一下这句话的使用啊 在一场生活当中 当你特别特别不想做一件事情 但对方一直在跟你确认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尝试用这样子一个语句了 来,跟着阿树老师再来读一遍哦 来,分明昔巴达达 再读一、二 来,跟着阿树老师再来读一遍哈 分明昔巴达达 这样子来读的啊 你学会了这句话吗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半部分 他说的是 对吧 那这个地方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村的意思 比如说我是我们村最亮的仔 对吧 我们村怎么说呢 是我们的意思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 这样一个表达啊 比如说 我哥哥 那我爸爸呢 对吧 这样一个词啊 在海语当中是经常使用的 那就是我们村 不是别的村 我们村最亮的仔 最亮的妞 对吧 对吧 那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再跟着阿树老师一起呢 去把这句话再来重复一二 那最后呢 大家再跟着阿树老师把这一句话重新的来 吻习一遍哈 吻习一遍哈 那 吻习一遍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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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是这样子的 好 那再加上一点点感情来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 那多读呢 我们才能够多多的去记住这句话 最后呢 加上感情啊 不耐烦的感情啊 吻习一遍哈 吻习一遍哈 这样子来表示就OK了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课程的话 欢迎点击收藏 关注投币 想要一起学习更多韩语知识的话呢 欢迎加一下屏幕上的微信 领取免费韩语学习视频哦 安娘